台南市 这是现任的 准总统赖清德先生 这是发迹的地方 可是现在的市长 黄伟哲也是两任快要 届满了 在这个情况下 谁来接班也是一个问题 好 那么黄伟哲市长如果届满 他应该 应该也是要坐满吧 是 应该是要坐满 不然太危险了 这个 他的去处也是要入阁吗 您觉得 如果是坐满的话 当然就是2026年那一波的改组 当然也一定会有黄伟哲的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的 应该是在于说 我们现在在观察一个位置 常常都想到都是部会首长 秘书长 政副院长 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幻想空间 不是正规体系的位置 那可能就是说 按照这些直辖市长 还适合的位置的话 就是像是什么 考试院或监察院 但说实在话 这些按照过去的惯例 都是要安排 准备要退休的 大佬 才去哪 对 等于就是说 他大概已经在政治舞台上面的 最后一站了 所以如果说像是黄伟哲 一有所指 要安排他这些位置的话 可能符合他直辖市长 接下来的安排 那个层级是够 但是可能也暗示着他说 那可能这就是你的最后一站 现在立委也选过了 然后市长也选过了 你说他再换一个市在 有没有可能一个重要的 类似说什么样的发展的 工股比较占比较大的 然后是很重要的位置 必须要去经营把它做起来 民进党对于培养人才 都是先让你去选举 选举完之后让你在中央历练 对 那你说你这些民营机构 这个倒是不必 所以就是对于 民进党对于后进的这些体系 他们都是一棒接一棒 先从基层开始选 然后选完 就是说选完市长你立下战功之后 然后去进中央 因为现在黄伟哲看起来就少了 中央历练这一块 所以他一定要进中央历练 黄伟哲也是完全没有中央的一个 对没有中央历练 没有中央的一个历练 而且现在未来的两年半 他的政绩表现会决定 你叫中央你要坐哪个位置 是 好 可是因为台南过去 大家就觉得是这个 是民进党大本营的感觉 所以台南市长人选 其实应该是党内竞争比较激烈的 对 可是我现在从归起来 还没有高雄的多 就是扶上台面的 我怎么惹漏 我这孩子在讲 欢迎你赶快来报名 报名 对 听到了上一次有参加党内初选的 像王定宇 但王定宇现在是 这个成绩过去的勇言会 他先是勇言会像是大佬 像主席的味道 但是勇言会有一部分实力是在高雄 那么陈廷飞是搭配了郑国会 那么林俊县是新潮流 但是就是刚才也讲 新潮流不见得能够得天赌后 这一件目前的状况来看 这个台南市长谁可能可以上来 我觉得在整个台南市长的当中 我觉得陈廷飞应该是等最久的 等最久了 对 他是最资深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在几次跟黄伟哲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竞争等等当中 那我也觉得他在立法院的声量 算是比较高的 那那个王定宇就是 他是那个所谓的一个政国会 跟整个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当中 可能会比较偏一点 所以我也觉得是说 在整个的一个台南市长的一个当中 刚刚讲到所谓的一个新潮流新潮流的话 我觉得陈廷飞他的一个政国会的一个色彩 搞不好是他的一个整个 可以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当然最后决定关键很可能民调很重要 就是说你自己个人的受支持度很重要 民运应该都听到了 对 其实台南主要除了民调之外 主要还是赖清德的意志 因为这个毕竟是赖主席的一个家乡 那事实上 就除了这三个人之外 我还在补一个 像郭国文 郭国文也曾经听过他有意要表态 那如果在野党的部分的话 当然谢龙介 不要忘记陈以信 陈以信他也是这几次也都在蹲点 不过看起来是谢龙介先尾先 但是刚刚确实如主持人所讲的 还是以这三个人 比如说 那为什么陈廷飞 这个他有他的困难在 因为毕竟就是说他跟前议长 他这个交情还不错 所以当时郭信良在民进党那边有一些争议 所以就是说这个会不会造成 他被党内攻击的一个地方 那反而 因为 反而以为大家会觉得林俊宪 搞不好出现的机会比较高 因为王定宇之前有一些 绯闻案的一个影响 可是呢 因为最近我在地方听说 因为林俊宪跟赖清德的关系太好了 他基本上就是等于赖清德的子弟兵 那如果林俊宪出现的话 大家会不会把矛头对向赖清德 你偏心 这个时候反而不能这样做 所以三个人都是各有利弊 反而这个在派系的考量 或者是说在整个亲疏远近的权衡之下 搞不好就让王定宇就让他出现了 所以就是这一局是非常的错综复杂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台南这一局 还是民进党内互打 互打会比较精彩 但是郭国文的串起的机会又有多大 因为郭国文跟林俊宪都是同属于 这个都是新系 而且都是跟赖清德的关系比较近 所以他们两个应该会先协调出一个出来战 好 那么我们现在搜寻到的台南市长 在绿营部分 蓝营部分就是谢龙健 可是谢龙健说他这一生只追求赖清德 所以如果是这样 他就应该不要去选台南市长 就是刚才敏玉有提到的说 还有别人 这个其他的陈以兴 但这个机会有多大 其实如果是要以在地的耕耘 跟这个全国知名度来讲 确实谢龙健 现在看起来在蓝营的机会是比较高了 那陈以兴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他这一次选举已经是空降了 然后这个除非他能够马上的补足 他在地方上的这个不足 不然的话他可能意思就是说 深耕然后目标是放在下一次 这次还是一样是当炮灰的这个情况 但国民党在这个地方 过去也有类似的这个经验 就是过去的那个盟战委员会的那个主委 高斯伯 高斯伯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那可能后来就是没下雨框 所以我觉得如果陈以兴 他真的决定要在这个地方生根的话 就必须要有这个觉悟 那可能也是一样就是 要抱着必死的这个决心 然后在这个地方 如果离开的话 就不会再有下一站了 传统上在本土的势力范围的县市 在早期在三四十年前 是地方派系是很明显的 对 就是说各个地方都有流派 那这样子的痕迹现在还明显 他会发现影响力 也就是说想选举的人 在地方派系能够争取 需要争取到支持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地方派系 除了中部之外 就是云嘉可能派系 比较明显 对比较明显 但是我觉得台南并不是这么样的一个明显 但是如果现在国民党的一个整个布局 谢龙介是担任部分区 我觉得他接下来就是主要的一个布局 就是要去占台南市的一个市长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是比较清楚 大概就是一个谢龙介出来占